接下来有请到的这一组搭档 张绍涵老师和他的神秘合伙人 而这位神秘合伙人 他曾经是某音乐选秀类的冠军第一名 同时他又是一位全能型的制作人 让我们欢迎张绍涵和这位神秘合伙人 加油 加油 这一期是我们第二季新的一个赛指 会有一个阶段金曲荣耀战 分析一下就是去年我们有成功的案例 看一下光之一是跟那个谭剑刺 对 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在舞台上 有一段舞蹈的solo 就很有张力当中 对 眼色是跟唐汉潇 那唐汉潇的部分是我觉得 我们想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要传达的东西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当时隔着两地入 对 海红合唱团很好 但是这种游戏只能玩一次 你玩第二次的时候就没有新鲜感了 我应该有一些想法 你确定他有没有帮助 好 你不选了嘛 就他吧 问一下吧 那问一下 你好 安德拉 一月四号你有空吗 那几天好像有一个事情安排了工作 那个工作不重要 不重要 我去想办法 我去想办法 你快 我等你的消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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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重要让我选择唐汉潇是因为他非常优秀 在我们上一次的这个颜色的合作 我们也因为相隔两地 可惜的是没有办法在舞台上一同演绎一首完整的歌曲 我希望我可以在舞台上跟他真正面对面地完成一首歌曲 终于见面了 我觉得这一次在舞台上我也想很久到也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歌 所以我今天就把我们约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KTV 你破费了开这么大的包厢 对 只有我们两个 好吗 好吗 溜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游 本节中却早已寻些浪漫 你我身间浪漫 永远忘不掉 管理爱的能量 怎样都拥抱万多奇妙 其实我觉得选歌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太难了 太难了 选歌的过程中我很挣扎也很苦恼 我把十二期看作是一整系列的完整的一个故事以及剧情 但是其实每一个篇章还是都有它自个的一些影子吧 听你的吧 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些想法 好 我完全相信你的想法 是吗 我就这么听了 就这首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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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是唐汉潇 好 迷恋百年孤寂 好久不见的你结霜的玫瑰花 怀念我们太心 想想抱在一起 平行的时空里 我跟你在对话 一起游戏一起沉默一路到底 飘着一身巨像一场荒凉无间飞行 穿着你灵魂我身体真难听 一起呼吸一起自你过渡焦虑 究竟我在哪里要去哪里哪都不去 好奇太担心想放弃来不及 唱什么情歌 唱什么信仰 我念念不忘 你都一样 最初的动装 像好梦一场 谁歌越安宛 越空话 困在中逢梦境 你连百年孤寂 好久不见的你 街上的玫瑰花 怀念我们才去 常常抱在一起 平行的时空 你更别再对话 一起呼吸 街自你过渡脚力 休息 我在哪里要去 哪里哪都不去 不去太塌心 想放弃 来不及 唱什么情歌 唱什么需要 多念念不忘 都一样 最初的人庄 像好梦一场 睡得越安晚 马上 也口花 冰冻无缘的 你黑暗的一家 你也会走一程 越来越看不懂的自演 大浪精释 有美丽的生存 新闻已至于 发抖不寻常的 濒临峰会 凋落的是口血 还是眼泪 寻找在你的人方向 走借回来的气味 人生下垂遍天空 風雜全走 外線我憑不愛你我的完結 唱什麼情歌 唱什麼信仰 多念念不忘 都一樣 退出的紅妝 像好夢一場 睡得也安慰 也哭謊 愛 無憂無憂 愛 精采 來我們掌聲給黃無聲送給唐漢肖張少涵 這是張少涵的開幕序曲的第四部了 對 然後我覺得整個舞臺是一個非常燃的舞臺 隨著這個舞臺的升降的疊加 整個情緒就越high 對 我非常喜歡剛剛今天的表演 謝謝 謝謝 這個整個的編曲 從一開始的兩個這個chello 然後慢慢的這樣子 越來越來越來越有power 越來越intense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層次 讓我們真的到最後覺得是 哇 手都握得緊緊的 謝謝 謝謝 爆發出來 棒 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你每一次在舞臺上表達出來的那個張力 都給人震撼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挖掘了每一個人 其實內心一直都在 但是羞恥於表達 甚至羞恥於互動的那些情感 恐慌症是什麼 這個當下每一個人 對昨天的遺憾 對明天未知的恐懼 活不好當下這一刻的那種狀態 其實剛才表演的完全都在了 謝謝 謝謝 其實我沒有特意想要去做一個暗黑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人生的一個過程 也唯獨我人生的過程經歷過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小時候對於美好的嚮往 其實都是這麼得來不易的 對 所以我才會有這些比較暗黑戲劇張力的一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不能一昧地告訴別人說 你就得往美好的遠方前進 可是我忘了告訴別人 你該怎麼在挫折中成長 所以這是我一直以來想在音樂裡頭呈現的東西 所以我的性格骨子裡頭就有一種 不願意放棄 對 我就是遇到任何狀況 我都覺得我要殺出一片天 我要靠我自己的實力 我就算不好 我練一千次一萬次 我都要把它練好 好 韓韓宵今天唱得非常好 通過你和張少涵的這個合作 能感覺到你一定非常非常愛這個人 你的加入是讓這個舞臺變得更加完美了 然後我想說這個可能是在這個舞臺上 除了上次你們那個眼色之外 我看到的可能邵涵发挥最好的一次了 你唱得太完美了 太好了 张绍涵你这次无懈可击 没有 谢谢 我相信你们的刚才这个合作 也是一次合作的典范 谢谢 说到汉潇 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也是 我觉得你对这个歌的话 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美中不足的 就是刚刚开场 其实邵涵当他唱完他的前面的两句 他非常有设计感的向你靠近的时候 你稍微有一点点僵硬 就好像是唐僧遇到的女儿国的国王 有一点点的放不堪 我明白你的点 对 我紧张 毕竟跟安德罗离得那么近 是很容易被他的美貌所震撼的 对 是的 因为安德罗眼睛太大了 我就很紧张 我刚才不敢看你 你没看我吗 我不太敢看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知道怎么对付你了 我也是克服过这个过程的 因为我跟邵涵姐第一次见的时候 是在那个蒙着面的 我其实是 然后她就占我很近 然后她跟我说什么话的时候 她说你怎么不理我 然后我内心的感受就是 我有点不好意思看她你知道吗 虽然戴着面具 所以我特别能懂你的感受 我今天特别要谢谢汉潇 是因为我这一次在跟她互动的时候 虽然她说她很害怕我的眼睛 但是我看着她却觉得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 我们昨天后面也感觉好像是老朋友的人 是吧 昨天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 她丢了一句可能上辈子的事吧 就 然后 然后我就 就是人生嘛 真的很奇妙 我还蛮感谢 就是每一次在舞台上 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尤其今天我觉得算是一种圆梦 也算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谢谢你 再次把掌声送给唐汉潇 谢谢Angela 张绍涵 谢谢